我是双溪国小的黄根伟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们附近的父子寺德行礼 德行礼 我们这里的人也把它叫做新吉庄 这个礼的居民本来住在六角乡的夏双溪 但是每逢台风季节雨量过剩 溪水就会泛间成灾 民国二十一年那次夏双溪又遭受到大水的灾害 居民一共有八个人被水淹没 其他的居民家也因为家乡的洪水而无家可归 一些地方人士看到全军损失惨重 于是决定要牵村 诚恳当时的铺子街长黄妈点帮助 或现在的土地 让夏双溪庄明迁来居住 因是新的村庄 所以俗称新吉庄 不过村庄刚成立时叫做德化村 以感念黄妈点的恩德 后来才独立而成立 改名成为德行李